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配音教数学 那么我们这一集要来继续介绍这个重复组合 就H这个记号 X加Y加Z加U等于M 这个例子等于12的话 那XYZU都是整数 这个大写Z是整数的意思 然后说这样子的整数解里面 第一个问题非负的整数解有几组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最基本的情形 这个是H4取12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没有学过 没有使用H这个符号的话 你要回答的应该是C15取12 这样子 它是把12个一样的1配对给4个不同的对象 这样子 那这个第二个问题 它问你正整数解有几组 那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就有一点点差别 差别就在于说我们第一个问题允许0 我们在这个12个1配对给4个不同对象的时候 也就是说12个圈跟三个X去排一列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允许就是你 圈圈圈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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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 这样子就说你这里有没有注意这里 两个X如果我并在一起放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X分到3个 Y分到1个 Y没有 然后Z有1 2 3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原本的这个H4取12 或者说C15取12 它是允许有人没拿到的 那这样子的话跟我们第二题问正整数解有几组就不一样 那我们正整数解有几组不允许人家拿到 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去想 一种方式是比较故事性的 我们可以想象我现在是在分筹码 我再分这个总共有12个筹码分给4个对象 那我说正整数代表说怎么样 不能没有拿 不能没有拿的话我们可以干脆每人先给一个 每人先给一个1的筹码 那这样剩8个 那既然剩8个的话 所以这题的答案其实是 那看你剩下8个怎么分给另外4个人 就是分给同样4个人 那所以它的答案是H8取4 啊讲反了 H4取8 那在这里提供这个方法2 也是你们有的时候会在 讲义或者是考卷解答上面看到它的写法 设 X等于 我们设计X等于E加X Y会等于E加Y Z会等于E加Z U会等于E加U 那这样子所谓的X加Y加Z加U等于12 就会变成 E加X E加Y E加Z E加U 加起来是12 那我等号两边同解4嘛 你就会发现这个X Y Z U E加Z 那我说明一下这样做的原因 跟大家说明这个不等4啊 它可以用等4的模式来表示 那我们在国中学到这个不等4的计算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说这个不等号两侧同加同减同乘同除一个正数 都不用变不等号 可是如果同乘复数或同除复数就要变不等号 对不对 那它的一个推论的方式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的X大于5 我把它改写成X等于5加A A大于0 那我改写成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X比5大 大多少 就大这个A 就大这个A 那A大于0嘛 所以X就大于5 我今天如果X大于5 那我在这里还是写这样 但是A就大于0 也就是如果你A等于0的话 X就刚好等于5 所以这个A就是扮演那个X比5 大多少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你等号两边同加2 有没有 X加2 那我这个变7 我这到底是大于还是小于呢 我们来看这边嘛 因为X是5加A嘛 所以如果X加2 就会是怎么样 5加A加2 那你就是7加A 对不对 那因为7加A 然后A又大于0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所以X加2还比7多啊 所以这也就大于等于 然后就发现说 这个不等号 不用变同加的话 同解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一个同层 如果我同层2 2X 然后这个是10 那2X跟10到底谁会比较大呢 因为X等于5加A嘛 所以2X其实是10加2A A大于0 那因为A比0大 所以2X比10大 所以这个还是大于等于 即便我是 除以一个X 除以一个2 那我就会变成怎么样 2分之X会变2分之5加2分之A A大于等于0 也就是说我除以2的时候呢 只要A是正的 那我比2分之5大 大的部分有变少 就是我没有再大L 我大只有大一半 但是我还是比他大 那所以说同乘同除以正数 都不会影响不等号 可是如果我同乘负数呢 我等号两边同乘-2呢 -2X 这个是-10 那我现在把这个等式 两边同乘负数嘛 所以-2X其实是-10-2A 然后A大于等于0 你就会发现 我的-2X其实比-10还要少 对不对 比-10还要少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不等号两侧同乘负号要变号 那透过这个例子就是说明说 不等式啊 可以被我们改写成 以等式的形式来表示 X如果会大于等于1的话 把X设成1加X' 这个X'我们在这里漏写了一个 就在第一行 第一行这里后面要写 X'Y'Z'U' 都会怎么样 大于等于0 就是说X'Y'Z'U' 就是代表X比1多多少 的这个部分 那只要它是大于等于0的X' 就会大于等于1 这样子 那这样子我们把不等式 以等式的形式来书写的时候 就会导出这个结果吧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那这是我觉得它值得被交的一点 并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题型 那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里呢 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1 Z大于等于2 U大于等于3 的解有几组呢 那依照我们刚才的方法一 就是故事上来说 X大于等于0 Y要大于等于1的话 就先给Y一个 Z要大于等于2 就先给Z2 U要大于等于3 就先给U3个 给完1个2个3个之后 12个剩6个 所以它这一题的答案是H4取6 那这个比较直觉 其实我也建议大家这么做就好 但就是说 我们既然是教学嘛 但是就是要教本来不会的东西 所以再来带大家做一次 就是如果我要用这种方式推论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写下来的东西 跟我们刚才用故事上来去想像 是差不多的意思 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多算什么 只是把我们追透 嘴巴上讲的东西写下来而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要写的东西是 X大于等于就不写了 Y等于1加Y' 然后Z等于1加2加Z' 然后U等于3加U' 然后Y' Z' U'和X 都大于等于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讲说 XY先给1个 Z先给2个 U先给3个 那是不是剩下 这个12个给掉3个嘛 对不对 剩下6个嘛 那这6个就是分给说 我还要再给Y 多拿几个 给X拿几个 给Y多拿几个 给Z多拿几个 给U多拿几个 那注意我讲多拿嘛 对不对 以U来说 我要再给U多拿几个 什么多拿 就是比3多拿几个吧 那比3多拿Uprong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写成这样子 跟我们刚刚那个故事性的句描述 本质上没有差 它是就是说你把你想在故事里的东西写下来而已 那所以最后它会变成是 就是 给掉6个剩6个 所以是H4取6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4小题 第4小题就又这个 变化一点点啦 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 它X写大于0 那就代表它 因为它有整数嘛 所以它其实写大于0是大于等于1 Y大于1是大于等于2 Z大于2是大于等于3 然后U是大于等于4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稍微的去调整它就好了 这个大于等于1 大于等于2 大于等于3 大于等于4 你就会发现 那像刚才讲的啦 如果你大于等于3的话 我就要先把你的那三个给你嘛 再去讨论我还要再多给你几个嘛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样 给1个2个3个4个就给掉10个了 给掉10个剩2个 这题的答案是H4取10 如果 给掉10个剩2个 H4取2 那如果你写C的话呢 那你就会写成这个 C5取2 好 那看第五小题 符合X大于-1 Y大于-2 Z大于0 U大于等于5 那大于X大于-1就是X大于等于0 那也就是说这个又不用再考虑了 Y大于-2是Y大于等于-1 Z是大于等于1 U是大于等于5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X非负嘛 所以这个直接不考虑 Z就给他一个 U就给他5个 这样给掉6个之后 诶问题来了 Y大于等于-1 这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们刚才教的两种方式都可以处理这样的情境 那如果你用分配仇脑的角度去想的话 我要怎么样分才可以拿到让Y有-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小时候有听过一种 像是机智问答或者说可能算自由数学的问题 就说这个 农夫老王死的时候留下了17头牛给他的小孩 然后规定说大儿子拿几分之几 小儿子拿几分之几 这样子那结果几个人没有办法分配那些牛 那他内提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把那些分数加起来 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1 他加起来刚好是18分之17 所以他的做法其实是怎么样呢 他最后说邻居的这个很聪明 邻居把自己的一批牛牵过来 好就变成18只了嘛 那18只了结果大儿子拿走多几分之几 小儿子拿走几分之几 之后还剩一头牛 所以邻居又把自己的头牛牵回去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印象有这种题目 那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我先分配完 我强制 我不管你歪有没有拿到 我都先预言 我分配完之后 我一定会从你歪身上拿走1个 那这样子的话我在分配完的时候 是不是 假如说你歪拿到的是1个 你就会被抽走剩0个 你拿3个会抽走剩2个 可是如果你没有拿 我就可以顺利的把你抽走1个剩-1个 可是这样一来怎么样 我会导致怎么样 最后留在你们身上的筹码 少于我们刚刚是分配 应该是有6个 所以我如果说我分配完之后 强制从歪手上抽1个 最后你4个加起来不是6 那这样子也是不合规定的 所以要做的事情是 庄家先自己掏出自己的1枚放进去 我们刚刚那个12枚 1个给Z5个给U剩6枚 那庄家自己掏1枚进去的话 就变成有7枚 那这7枚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你们4个任意分 比如说你可能分成2122 这样子你也可能分成是2302 对不对 那你有可能分成是这个1015 那分配完之后都强制 从歪手上抽走1枚得到2022 1-115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做到说 在你们手上的总筹码数都是6枚 而且Y有机会会拿到-1枚的 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样总共有几种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最后的这个状态啊 最后这个状态就是Y可以有-1的状态 它会出现的方法数呢 其实跟前面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因为我就是不管你分出几种之后 我就从Y手上扣一倍 所以你有几个下面这个就是你原本有几个上面这个 这种分配方法 那原本的上面的分配方法其实是什么 是H4取7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H4取7 那我们这个方法2就是我们真的用刚才那种计算的方式 我们会怎么做呢 其实做法还是刚才那样子 就是大于等于0先不写它 Y会设为4 法2 是-1加y' Z4 1加Z' 5加u' 那于是你的这个 x加-1 加y' 加1加Z' 加5加u' 等于12的话 y.z.u.就大约等于0 所以这样子经过一项之后 你就会得到x加y.z.u. 等于我左边只有扣5 右边也扣5 是7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答案就是h4取7 所以这组题目其实还蛮值得教的 就是说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h常见的问题 你看在这里面我们学到了几个 一个就是说用等式的方式来去书写一个不等式的关系 然后我们学到了就是 当你需要让它产生负的时候 你也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自己掏腰包补一个进去 再扣回来 于是来看到第6小题 他问你说加起来是12的话 如果要正偶数解有极足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想要自己想的话按个暂题想一下 那我们直接解 正偶数的话其实就是要24680 在国一的时候我们学解那个未知数 用未知数设x解问题的时候就会提到说 如果题目跟你讲 xyz是连续偶数你要怎么设 你要设xx加2和x加4 所以说因为正偶数每一个都是差2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处理他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这个12个有没有 两个两个一捆 所以12枚硬币两枚两枚一捆 那这样总共会有6捆 那就是这个 然后6捆去分配给4个对象 所以是h4取6 那他的这个方法2 如果你要用刚才这种书写的方式 其实就是怎么样 12x是2x' y等于2y'0u' 然后你xx加y加z加u等于12 就会变成这个合起来是12同书2的话 就会得到 x'y'z'和期家是6 这不写啦 那我们来看第7小题 问你正基数的话呢 正基数的话会有几个 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分配 兴配出去的都是基数呢 你如果在国一的时候 你遇到应用问题说 有三个连续基数的话 你要怎么设 你其实你还是要设X和X加2和X加4 因为基数也是两个两个 就是差2差2的嘛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要连续基数的话 我还是要两枚一捆 我还是要两枚一捆 那只是会变成怎么样呢 我现在不是两枚一捆 我们直接就H4取2 因为那时候偶数嘛 所以应该怎么调整 如果是第七题的话 我们要先各给一个 先各派一枚 再两个两个一捆 那先各派一枚之后是剩8枚 所以再两个一捆的话会得到四捆 那所以第七题的答案是剩下四捆去分配 所以是H4取4 刚才我们这个是H4取6 这样就就是这一组题目 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场课上到这里 是H4取6 是H4取6 感谢观看